Anyone you say,Anyone you say,Anyone 大家好,我是阿文,歡迎來到我的塔羅影片系列 而今集的塔羅影片就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四張牌來作塔羅牌的占卜派陣 而這四張塔羅牌可以分成三種牌陣 第一個就是四大元素的展開法 第二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鑽石占卜法 而第三個牌陣就是直指核心的占卜法 第一個四大元素的占卜法 其實可以占衝我們目前生活中各個方面的狀況 也可以用來占卜特定的問題 比如說文卜者目前所面對的困難 和可能會得到的結果 而話多明是四大元素的占卜 所以這個牌陣只會用到小卡拉牌來作占卜 而在洗牌、切牌之前 我們需要先將拳杖組、金錢組、保健組和聖杯組 將我們分開四大元素再作占卜 四元素展開法 這個牌陣只會使用五十六張小卡拉牌 首先將這五十六張小卡拉牌 依據拳杖、錢幣、保健和聖杯分成四組 每一組從一號到國王牌一共有十四張 然後分別將這四組牌進行洗牌以及切牌 然後從每一組都分別抽出一張牌 如影片鎖匙擺放牌陣 一號位置擺放權杖牌 是代表火元素、象徵行動或事業 亦可解作提供你行動上的建議 二號位置是擺放錢幣牌 代表土元素、象徵實際物質、金錢、財富等等 亦可告訴你在物質方面應該如何處理 如何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三號位置是擺放保健牌 代表風元素、象徵思想、人際關體、言語、溝通 亦可為你提供言語上應該採取的政策 而四號位置是擺放聖杯牌 代表水元素、象徵感情、情緒等等 亦可建議在感情方面應該採取哪一種態度 而第一個四大元素占卜法 其實就是幫文卜者判斷當下的狀況 在四個領域之中所面對的情境 所以文卜者可以了解到自己身處的狀況之後 再作出一些判斷和調整 再來鑽石占卜法 這個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種占卜法 這個牌陣可以用來聞特定的事件 而這個事件的過去狀況、現在狀況和未來可能的走向 雖然這個牌陣很簡單 但有很豐富的占卜能力 鑽石占卜法 首先將所有牌進行洗牌以及切牌 然後抽出四張牌 如影片鑰匙、擺放牌陣 一號位置代表過去發生的事和狀況 二號以及三號位置代表目前的狀況和局面 而四號位置代表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而鑽石卜卜法 它現在的狀況其實是擁有兩張牌的 所以在我們解牌的時候要綜合這兩張牌的牌 來一起作解釋了 再來第三個牌陣就是直指核心占卜法 這個占卜法其實很適合初學者作為練習的牌陣 如果大家想繼續收看阿笨的塔羅基礎教學內容的話 歡迎到Patreon或者Buy Me A Coffee 訂閱每個月三元美金 就可以看完整教學內容了 快點去搜尋A H B N SHOW 阿笨秀 好了 我們今天一集四張牌的牌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結束了 下一集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用五張牌作為占卜牌的牌陣呢 我們下一集見了 多謝大家 煩購買阿笨塔羅基礎的朋友 現在可以享受 升盤加塔羅牌占卜八六折 無論單人或雙人合盤 都享有二十分鐘任文任占 立即WhatsApp Line或E-mail查詢詳情啦